大家好,欢迎来到漫谈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今天是9月16日,星期四,熟悉我频道的观众都知道,99%的我有关房地产的频道都涉及美国阳光地带的城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些城市的投资房比较便宜,房子比较新,2000年左右的房子就算比较旧了,投资即使扣去管理费用和出租费用也曾经非常好。 第二,这些城市也是我退休后生活非常向往的地方,阳光、沙滩都是让我一想就会心情愉快的地方,即使那些内陆的城市因为在阳光地带上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可以在渔泳池里度过,也是非常愉意的事情,可是经过这一年来,房地产在这些城市的暴涨,人口数量的猛争,这些地方也许不再是房地产投资的不二选择了。 这一张还仍然是我退休的理想去处,因为实际有限,这一期就分享费城北部地区和新泽西南部靠近大西洋城的房地产市场。 也许在美国,东北部投资者不用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南部去投资了,特别如果能找到离自己比较近的投资房自己管理,现在的出租回报率也许不亚议演成投资。 首先,先讲费城地区。 我们从这个Rafine的地图上可以了解费城的地理位置。 费城曾经是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首都搬到了华盛顿DC,所以可以说费城是美国的老牌大城市。 费城的城市有点像歪字形。 南部是Delaware,然后这边是新泽西,再往上的话是New York,距离两个小时。 南边是华盛顿DC,距离差不多是两三个小时。 在费城的市中心的东边是老的中国城,后来因为地方不够开始往南面发展。 但是最近几年,费城的东北部也有大量的福州人从纽约的布朗克林那边涌入,把东北部的房子大炒起来了。 本来不到十万的粮牌老房,现在也都要二三十万了。 这些投资者在房子买来后,如果房子就说还没装修过,就花一两万,放地板,刷钱,后就出租。 有些已经装修好了,就六万可以零包住住了。 现在租金差不多是一千三到一千七之间。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这里的例子。 这就是余生编码19149,也就是在费城的东北部的一个粮牌老房。 在这地方刚才说了就是很多从福州布朗克林的福州人过来炒房。 这几年就是大炒特炒,房价涨得很快。 我现在把这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算是个装房,1950年的老房子,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房子是装修过了,所以你能看到它有地板,对吧? 这个是它的进门,这是它的厅,然后这是单领轮。 然后它这个是它的厨房,楼上有三个卧室,还有它的就是卫生间。 然后是还有地下室,这下面就是地下室,然后后面有个车库。 这个是在,这是房子的后面的面子,对吧? 然后还不错啦,这种房子就是比较结实,都是装房嘛。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它的销售的数据。 这房子是1950年的,然后这它房子的位置,对吧? 这费城是在,费城在这里,这就是它的东北部。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销售记录,它的五月份19号是拿出来卖二十二万五,后来加了三万四千美金。 7月12号过户了。 成交价是二十万九千,对吧? 然后它的房地产税有两千一百三十三,这种房子是没有HOA的。 所以这房子租如果能租一千三左右的话,那它的回报率就有百分之四千五左右了。 就前几年买的话,可能甚至回报率可能更高,可能达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也不是梦想。 所以这些投资者有先买了好几栋,再加上去年疫情以来,更多的纽约人迁移到外州,他们再回到这个地图。 所以他们说最方便就是搬到对岸的Jersey City,但是Jersey City的房价也已经很高了,不便宜,地数也非常高。 所以其中也有不少的就直接跳过新泽西,直接跳过这新泽西,直接搬到飞城来,比如Bucks County,在这地方,离那个普林斯顿很近,然后刚才所说的飞城的东北部,这地方。 因为飞城的房地产税比新泽西低多了,所以不少有能力的能到宾州这边来,就不会留在新泽西州了。 其实很多年以来,我就知道有很多在新泽西上班的朋友都住在宾州这边,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要是省了一大笔的房地产税。 所以因为疫情,前几个月,宾州特别是在新泽西街展的这个地方Bucks County附近,也是一房篮球,也有加价20%的才潜到房。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是在Bucks County,它的邮导标码是18940,这个房子我们看它的销售价,这个房子是1984年的房子。 对吧,我们来看它的销售价,这个房子的销售价是,这个房子是5月28号拿出来卖,开价是83万9千,一个礼拜就按照看权了。 然后在5月24日,也就不到两个月就成交了,成交价是101万5千,比卖主的开价高出了21%。 现在跟大家讲第二个例子,这周二我朋友家价2万多,想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在费城的东北区,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已经有100年了,这个独立房,开价是369千9, 我朋友家2万多还免弃了就是房子检查的条款,但既然最后也没捡到这个房子,被告知有16个买家在捡,最后是被现金全款买除,捡走了,估计成交价要40万起,现在这个市场好多房子,还得捡得很厉害的。 来看看台湾的在费城东北部的房地产的两个例子,我们接着来看在宾州北边的Bucks County,它的房地产的情况。 在Bucks County的房地产,因为交通方便,离高速非常近,这就是Rafine在Bucks County的地图,因为交通方便,离高速非常近,开车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达到了纽约市和New York国际机场。 所以这里的房地产一直都不错,投资房的出租回报率也不错,这里我给一两个例子和大家分享,第一个例子就在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小区,这个小区房子差不多有七年新,当时的新房的房价在35万左右,而现在的房价接近50万,涨幅接近40%。 在东北部的增值算相当不错了,特别在这个价位,这些房子的租金三千多,NUnit在3500左右,这里的房子这一年来出了一个钱一个,今年到目前有五六个在市场上卖掉了,几乎都在市场上没几天就under contract,而基本上都是加价卖掉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房子的销售情况,对吧,一年前是42万5,越往后,这价钱越高,到最后这个小区的房子卖到了40到49万5,刚开始的NUnit是42万5,所以这一年来这个房子也涨了7万吧。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样,稍微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状况。 这个房子有三层,这个房子,这种房子现在在那个,在亚特南大和那个北卡三小溪非常时髦,我看他们很多新建的tumhouse就像这样,都是三层高,楼下是一到两个车库, 然后二层是厨房啊,还有客厅,第三楼就是他的三个卧室。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销售情况,这个房子是,开价是47万9,不到一个礼拜几天就under contract,销售价比那个开价高了15000美金。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小区有个房子在市场上,47万9,是中间,中间的Unit,就没有刚才说那个好了,这里的房子越买越贵。 那我们现在看他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你看这个房子,在这个小区的,会靠近这个马路,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不好,但是你看这个,就这样的房子,现在都卖到,开价就48万了,最后多少钱卖掉,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吧。 可以看到这个小区的好处就是,他在95号公路,和那个1号公路的交界地方,交通非常方便。 在他的南边,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然后很多商业中心在他的周围,所以生活非常便利,房子相对来说也比较新,所以比较前手。 好,谈完了这个,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也是在Bucks County,是个学区房,但是房子是81年的,就是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去年12月9号,拿出来卖27万5000,那最后卖价是29万1000,对吧? 这个房子看出来还没卖掉的话,已经遭到租客了,租金是2075,能看出这个回报率是非常不错的,就他的租售比差不多有8%, 然后他的税是3929,也不高,HUA好像是70美金,所以这个房子的回报率是也相当不错, 差不多能达到6%的回报率。 所以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从出租回报率来看,到阎光地带的城市做点程投资的出租回报率可能还不如在当地投资呢,对吧? 当地投资因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出租,省弃了管理费用和出租费用。 另外,维修费用更可控,所以出租回报率,现在来说可能反超成投资了。 好,分享完了费城地区的一些房地产的相况,现在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费城河对岸的东南边, 也就是新泽西的南部大西洋城。 说起大西洋城的房地产,其实在几个月前,我的视频第92期,也做过大西洋城附近的周边小镇的投资回报率。 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一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找找看看。 说起大西洋城,我确实有很多感慨。 首先知道大西洋城这个地方是从当时很火爆的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里了解到的。 当年王取民,也就是江文所扮演的在局中的男主角, 投资遇到了困境,没钱发薪水,就怀揣着一点本钱,两个月去吃前往大西洋城,想赌一把,可是最后两本钱也输光了。 这个印象极其深刻,但让我更记忆犹新的是霓虹灯下的大西洋城,如梦如幻的美景。 没想到一年后,记得是在95年,我到费城找工作,面堂后我就去吃,赶到了大西洋城, 想碰碰硬气,当时主要是为了节省住酒店的费用,因为飞机航班是第二天早上的, 所以到赌城好几个小时就算了。 当时的大西洋城跟现在的拉税加斯几乎一样的混合, 但是大家也知道,2000年后大西洋城开始没落了,一家家的赌场关门, 之间曾经也有不少赌场的大老板花大笔钱,建造新赌城租途中的 伯格达还有海洋赌城,像重振大西洋城,这个伯格达是非常漂亮的, 它有两座大楼,一座就是酒店,就叫water club, 然后另一座就是伯格达这个主楼,就是下面是casino,上面也是酒店, 另外在brokewalk的osin sino,也就是海洋赌城,也是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海洋赌场的一些图片,也是非常壮观漂亮的地方, 但是由于大西洋城与周边地区都产的竞争,如宾州, 德拉华州,纽约和其他东北部都产的竞争, 特别是去年的疫情,使大西洋城酒家都产的利润轴践了80%以上, 但是都产的老板们还是不甘罢休, 还是想投资大笔资金,放心酒店,升级酒店, 设施如游泳池,更衣室和海滩等等,希望等疫情受控之后, 能重振旗鼓,吸收赌客,重返赌产, 让大西洋城能够重现往日的辉煌,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这段时间里,有些酒店把房间改成condo,出售, 有些真的是白菜价,好,现在我给大家举举例子, 这是大西洋城,然后在这个海边有很多酒店, 现在改成condo在卖,这个酒店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酒店有现在很多房子在卖, 看到没有,这个是一房, 一个房间的,一个半卫生间的是20万左右, 有很多, stadio就是没有房间的是13万, 然后我看那个这个是楼层, 这个是11层,这个是9层, 夜高夜贵, 还有两个卧室的,两个半卫生间的, 这个是40多万, 这应该是海景房, 一个房间的看最低可能是16万9, 很多啊,在这栋楼里面我现在有20多个在卖, 然后还有更便宜的, 这个有6万多了, 是这样的楼, 6万9, 7万5, 这个是stadio, 然后是有one bag loan的, 就是EUWAS一个厕所的是9万9, 总之这一排都是, 看到这些, 有点让我回想到2010年左右, Miami的海景房, 当年Miami的海景房多数都在十几二十万左右, 有不少在高层面临大海, 风景非常美, 当时就是因为那些公寓的物业费太高了, 所以手转了, 现在回头一看, 这些海景房少说也有半米了, 回想到往事真是一哭无泪啊, 现在看看在大西岸的这些房子, 会不会就是十年强Miami的虫像呢? 虽然心里知道不会, 但是人总是喜欢幻想, 有时候我看这些照片一带就好长时间, 想什么呢? 你懂的。 好, 这一期就随便和大家聊一聊, 《非诚地区》和大西岸城的一些房地产状况, 给我的观众欢欢慰一口,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期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有什么建议和分享, 也别忘了留言, 因为有可能成为我下一期的话题呢?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次视频再会, Bye!